今天咱们要聊一聊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,两名公职人员和一名教师居然为了几根斗角和村民大打出手,是的,你没听错,他们不仅偷摘斗角,被发现后还和村民打起来了,这剧情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啊。 事情是这样的,这三位奇葩开着宝马车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跑到村民地里摘斗角,被发现后不仅不承认错误,反而还和村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,最后还动手打架了,真是让人无语,这年头还有这种奇葩,你说他们屠啥呢,缺那几根斗角吗?肯定不是啊,这摆明了就是想享受一下偷东西的快感,占点小便宜呗。 说白了,这病得不轻啊,这三位平时应该也是衣食无忧的吧,怎么就偏偏盯上了人家的斗角呢,真是让人想不通,我觉得呀,这背后反映出了一些社会现象,有些人即使身居高位,也还是摆脱不了小市民心态,喜欢占点小便宜,甚至为此不惜违法乱计。 作为一个有素质的人,我们应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,而不是通过偷窃这种卑劣的手段,否则最终只会像这三位奇葩一样,落得个被人耻笑的下场。 如果你也觉得这种行为很可耻,请一定要点赞转发,让更多人知道这件奇葩事,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。 有这个必要吗?有这个必要,我真感觉自己有必。